一號北上九十二公里的地方 新竹是往竹北路段 上午發生了重大的車禍 一輛大貨車疑似是因為沒有注意到 前方交流到已經有車輛回堵 嘴撞前方的麵包車 因為力道相當猛烈 讓麵包車再往前撞 一共有六臺車嘴撞在一起 而這當作麵包車的三十八歲 存姓駕駛被卡在車裡 當場死亡 另外一名理性男子受到輕傷 國道一號也因為呢 這樣回堵將近十公里 直到接近中午的時候呢 這阻塞的路段才遭到排除